HELLO 大家好,我是Korana,欢迎来到玩具区间 不要问我为何未来取消就是有关心力 我去新波推介已经交代了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立刻开始了 首先,我们先说预见吧 来到Tamalas 10月到货的就是这一款 它就是赛车版的特色Benz 1900E 然后12月到货的有Benz AMG GT3 EVO 2020 然后R2B 964 和Toyota Heist Little Man Little Mix的50多年版 然后它还会跟着铁盒 然后到2022年的1月就会有Toyota Hellas 然后除此之外,今期Mini GT也有预订我 首先有上当年Vansia Delta比赛车 LB 1是日产Skyline GDR R25 Type II Railway的第三版 然后Akua NSX GT3 EVO 然后保持自911-92的Karima 4S GT 然后Master Miada MX-5 和Pagami Sonda F 它全部来到12月到货的 大家就记得到这一款 接着就讲回现场 这期TomiCard就翻了白色Toyota Stars 日产Skyline QDX Turple GTX 接着2架Toyota Cazer Avengi Eso Suo Ergabase 还有这个 它就是迪娃云系列的第7张Skyline QDX 接着就到TomiCard 今期它就翻了白色Honda E 接着2架法拉里Rona 以及2架日产UTR的灰色 以及红色的版本 接着就到眉影了 眉影今期它就翻了 丹尼士三叉卡的黄色刀铺巴士 以及它的机场快速版本 然后就到这个了 它就是Isuzu N系列的清擦车 以及消防油压升降台 接着就到ENO 64 它今期就翻了和Portways合作的三零史太龙 它是1986年Download LAC Rally 的比赛车版本 除此之外 它还翻了 它自己本身名 翻了神来圈日本影车 藍色日产Skyline GTR 以及车手迷都睡了很久 绿色Rocket Bunny V2L 接着就到Mini GT 今期就翻了Pandental Luta GR Super V1.0灰色 还有安利的Continental GT 藍色和绿色 接着就到Torara 4 今期就翻了好几本车 首先有RD RS Q8 红色和蓝色 然后还有灰色和红色的POMA X5 青色和金色的M5 然后最后就是白色的30Galance VR Core 好了 我们这集的时间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